說真的 人家要你放慢一定是有狀況的 然後你還故意要讓你衝得更快 啊!又一台G6撞掉了 噢噢!靠腰勒 撞成這樣 噢!連這種彎也要吃線了 呵呵呵 騎車開車不管 你只要看到有施工的路段 還有一個牌子在那裡 只要看到有警告的 我的建議就是放慢的 先搞清楚是什麼狀況 或者是旁邊有人揮手啊 那很多人就很奇怪 就是 比如說 前面方有事故了 人家已經在指揮了 跟你說放慢 他還要故意在那裡漏油門 要衝更快過去 有時候我都覺得啦 這種人 有時候是因為路上有油了 他才叫你放慢 然後看到人家在那裡揮手 是以為自己很屌 我在那裡漏油門 喔~~ 我很帥 我很屌 說真的 人家要你放慢一定是有狀況的 然後你還故意要這樣衝得更快 這樣子真的很不可取 說真的 或是你覺得說很多人在看你 你很厲害 很帥 你騎到你這裡的座位很棒 或是你有背後要妄想證 人家要帶你走下去 你當作人家要帶你唱 那你會撐的啦 我看這種全副武裝的穿皮衣的都覺得很猛 好帥喔!CBR 一般喔 剛剛我們看到那邊有一個測速點 之前我就有說過 那邊會有測速的 我都會提醒對象的放慢一點 彼此尊重 這是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尊重啦 如果超過多遠以後 我就不會去跟對方提醒 如果太遠了 人家會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在 多久之前就要放慢速度 像我剛剛整路過來也沒有人叫我放慢 大家騎士要有一個共識 反正這種都是繳給國庫的 對不對 像這樣 這種測速照相 被拍都白被拍的 繳給王八蛋的 第一代來母帽 哈哈哈哈 笑死了 而且他的皮衣也是幸運草 帥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靠腰勒 撞成這樣 敢 是怎樣啦 哎呦呀 在這裡呼籲各位喔 假日喔 起來 不要那麼熱情嘛 看來今天至少已經撞掉兩台了 希望騎士沒有受傷了 拜託 啊 出頭怎麼那麼多啦 這陣子 這幾天啊 來到這裡要記住這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非常熱心的車友 然後有時訊我 有時候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現在正在做工程 從13 到13.5 喔 因為會 牽扯到 道路上 所以其實在彎道上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稍微放慢 喔 他已經割好了啦 在另外一邊了 可是還沒有施工 今天可能是因為是禮拜六 所以 就沒有施工 那個路線也都已經割好了 然後 平常日上來 記得 到這邊要放慢速度 在另外一邊 齁 像這種施工路段 又 他的旁邊 都是會比較髒 所謂比較髒 就是會有 可能有水啊 有油啊 有細沙子啊 所以 他的邊邊 盡量不要急 很滑的 這裡齁 很常有警察出沒 就是 他會放三腳架在剛剛那邊齁 剛剛 轉過頭看了那一邊 所以很多人開車到這裡來啊 騎車到這裡來啊 你 被拍的你都還不知道 被拍的車速照相機都還不知道 所以 有時候經過那種所謂的 經常有側速照相的地方 還是要小心一點 至少 如果你是需要一個 用車的人 你最少 至少不要被扣拍